他得了新冠,痊愈后参加比赛,一举打破国家记录不是一次,而是两次。 他是美国选手艾米利,西森,5月份跑半马,打破国家记录,10月份跑全马,又打破了国家记录。 神奇的是,这是他第二场马拉松。 2022年的芝加哥马拉松,人们不止记住了,差一点打破世界记录的切普格蒂奇,关于西森的故事依然充满着传奇色彩。 就在他打破国家记录的时候,按照以往的传统,所有前国家记录保持者都要前来庆祝。 就这样,艾米利,西森,何琼,贝努瓦,萨缪尔森,迪娜,卡斯托尔和凯拉,打马托四人同框。 西森说,比赛中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配速是多少,直到最后一英里,我收到了路旁教练雷特雷西的提醒。 我这才意识到该做点什么了。 当冲过终点线,我感到很惊讶,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跑马拉松了。 两小时18分29秒的成绩,打破了打马托在2022年1月16日创造的两小时19分12秒的前国家记录,提升了43秒。 整场比赛,西森上演了完美的副分割。 前半程用时69分26秒,后半程用时69分03秒。 而距离他最近的一场马拉松比赛是2019年伦敦马拉松,他当时跑出的手码成绩为2小时23分08秒。 这三年究竟发生了什么? 西森1991年10月12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,在上高中以前一直在踢足球。 在高中阶段,他逐渐显现出很高的跑步天赋,是四届高中越野赛的州冠军。 在升入牛津大学后,雷·特雷希成为了他的教练。 大学阶段,他创造了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一级室内田径5000米记录,赢得了三次冠军,获得11次全美最佳和大东部最佳荣誉。 在越野方面,他还获得过越野赛和户外竞赛赛季10家。 大学毕业后,他职业生涯并非顺利,在所从事的越野和竞赛成绩频频,并未代表国家出战世界级大赛。 情况在2017年的时候发生了变化,他开始涉足半程马拉松,三月份在纽约,他首半马跑出68分21秒,获得亚军。 他的目标就是想打破国家记录。 2018年3月份,他又参加了纽约半马,但这次成绩跑出1小时12分24秒,仍是亚军。 2019年1月,他在休斯顿以67分30秒获得第5名,距离当时的美国记录只差5秒。 2020年12月,西森在瓦伦西亚跑出67分26秒,还是第5名,距离美国记录仅差1秒。 2021年6月,在邮金举行的美国奥运会田径选拔赛中,他顶着30摄氏度的高温,跑出了31分08秒82的夺冠成绩。 在东京奥运会万米比赛,他跑出31分09秒58,位列第10名。 奥运会后,他加紧训练,再次向半马发起冲刺。 但2022年1月,萨拉霍尔在休斯顿将美国半马记录提高到了67分15秒,西森破记录的难度增加了。 4月份西森感染新冠,一个月没有训练。 5月7日,印第安波利斯举行美国半马锦标赛。 他在两名兔子的带领下,一路狂奔,终于以67分11秒获得冠军,并创造了新的半马国家记录。 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条件越困难,表现就越出色。 对环境有极强的适应能力,别人不行时,他行。 西森在芝加哥的全马成绩,还打破了北美洲马拉松记录。 1米57的身高,并没有限制他成为美国马拉松新意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